传统的抗震技术是把建筑上部结构和基础牢固的连接在一起,就是把房子改得更结实,用更粗的钢筋,更多的混凝土胶筑,但这样抗震效果并不理想。 而隔震之座则是在上部结构与地基之间增加隔震层,安装橡胶隔震之座,其到与地面的软连接。 通过这样的技术,可以把地震80%左右的能量抵消掉。 而这样的抗震技术竟然来源于火箭发动机。 正是研发火箭固体发动机的设计师们研发了这项技术。 前辈们,包括像毛师傅,还有我们吴师傅,当时就发现,这个阶层橡胶隔震之座的结构与性能, 与我们固起火箭发动机柔性喷管,柔性接头的结构与性能相似。 位于陕西西安城郊的一处工厂内,炼焦师齐相礼开始对炼好的橡胶进行挤压。 就像和面一样,齐相礼需要不断地把片状的橡胶叠成三角包,重新送回挤压机里。 隔震之座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橡胶。 把里面所有的橡胶里面的小料,所有的这个小料全打三角包,倒均匀,倒均匀,它发挥它的功能是最好的, 橡胶它会打到里面功能,风子全都会晒发出来,打三角包,跟咱们每次干,老家就是揉面类一样, 揉匀了,倒匀了,是这个,主要起这个作用。 起相礼练的这种橡胶属于特殊产品,作为橡胶延伸率高达600%,能达到航天级橡胶的材质要求。 反复挤压是为了让橡胶里的配方充分融合,橡胶挤压的火候和力度都有讲究, 骑象里的徒弟始终站在他身后,手拿毛巾随时准备擦去师父头上的汗。 我们的橡胶塑裂过程中最害怕的就是水,它这个水分,包括咱们的汗水,头上汗水,手上这个汗水,这个是特别要求的, 水间橡胶之后,整个橡胶它有点,这个性能绝对它都会影响到。 除了炼胶是手上的技术,配方才是重中之重。 使用这种橡胶制作的隔阵之作,要做到与建筑同寿命,没有发生地震,不能更换。 而橡胶配方正是航天人的得意之作。 运载火箭或者导弹,它要放一放,十年,二十年,你不能老化,你不能放了十年以后,它就硬了也不行,老化了,性能变了也不行。 隔阵之作的工作原理与火箭的柔性喷管很接近,要有足够的支撑力扛起上面的建筑。 而在抗拉力上,要具备弹性,又不至于被拉断,这其中,航天技术的秘密在隔阵之作内部被一层层揭开。 工人们正把同样厚度的橡胶片一张张地称重,每张的厚度在三毫米,厚一点或薄一点都不行。 一个隔阵之作里面有35道特种钢板和橡胶片粘接在一起。 粘啊,用胶粘,但是这个粘节它在那么高的硬力下,它会不会破坏啊,会不会出现这个断裂啊,裂开啊,等等这些问题。 而且你制作过程中的橡胶本身会不会产生一些缺陷啊,等等,最后你倒要得到那个,要克服它。 橡胶相当于人体的肌肉,而钢板则代表着骨骼。 正是橡胶与钢板的完美粘结,才让隔阵之作支撑起上面的建筑。 这样的粘结技术同样来自于航天。 我看过,还印度,这个印度是55,55度。 目前,隔阵技术在我国被逐渐重视起来。 云南、新疆、甘肃等地已经对学校、医院等公共设施采取强制性措施, 要求这些建筑必须采用隔阵技术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寺院41所从中看到了商机。 2016年,他们找到了陕西的一家工厂,共同合作生产这种抗阵之作。 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的11月下雪。 按照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建筑16亿平方米计算的话, 如果10%的建筑采用隔阵技术,每年的产值高达26亿元。 面对这片蓝海市场,航天人提前迈出了脚步。